怪盗基德最不想提起的是 你见过被侦探团吊弃的基德吗 又是被虫子吓又是被蛇吓 还狼狈到被野猪追击 然后又被鳄鱼包围 被困到海上和鱼做伴 竟然都不忍心抓他了 在遥远的路岛上 存放着加持连城的宝石水晶之类 这正是基德此行的目标 而且离预告只有5分钟 全员已经戒备 并且在场的所有人都已经提前检查了一遍 保险过也只有通过他 是往谋认证才能打开 就这样来到了预告时间 一道强光终然从远方射来 蒙蔽了所有人视线 终身顺手结果太阳镜 结果是四网膜验证器 保险一下全部解锁 当他缓过来后面前只有一个假人 脑袋在他面前飞来飞去 随之基德登场 直接冲破玻璃飞了出去 人手全部掉离去追基德 而事实是这只是一个假人而已 他只是使用了镜子躲起来了 结果没想到克兰竟然跟在后面 二话不说直接准备开干 不过基德直接使用机关 上方的玻璃瞬间破碎 他也就顺势逃掉 追肯定是来不及了 此时的少年侦探团还在早上逗留 正是在这里等着基德 果不其然 看到他飞了过来 然后用玩具飞机去干扰他 还争取把他的引擎给撞坏了 元太直接用钓鱼线勾住了他 无奈重量不够 几个人都没有拉住 不过基德还是坠落了下来 索性直接跟了上去 基德还在这里发着牢骚 总感觉帽子上有东西 结果竟然是一条毛毛虫 紧接着一大堆掉了下来 吓得他拔腿就跑 就连衣服也不要了 侦探团也找到了这里 但突然又一条蛇出现在面前 吓得他直接冲了出去 结果他们直接来一句 是新衣哥哥吗 这让他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把自己当成了攻腾新衣 说自己也是来抓基德 不过被他给跑了 然后还被他们叫帮忙一起抓基德 他也十分无奈 说着说着 突然从草丛里冲来一只野猪 吓得他们掉头就跑 最后终于猪口脱险 还直接整起了野炊 一群人还真把逃生变成了享受 紧接着又用矿车来赶路 直接当成了过山抽完 但没想到有人变动了轨道 矿车因此滑向了断崖 千军一发之际 还是基德把他们抱着摔了下去 还好问题不大 很明显是被水底盯上了 但他没注意到 刚特的宝石掉了出去 他仔细查看后才发现 这是一枚假宝石 此时草丛又传来一阵骚动 没想到又是一只鳄鱼 又想起来了很多条包围了他们 基德看出来了是有人故意整他们 很明显就是要他们的命 不过他使出了一种不知道叫什么的招数 不一会就把鳄鱼的嘴全部封住了 不愧是捕鱼达人怪盗基德 但是之前的那只野猪又跟了过来 又是被追得第二头就跑 镜头竟然还有一扇门 管他的直接进去再说 里面竟然存放着各种假宝石 那么谜团就要揭开了 那个宝石的主人就是个倒卖假货的 打算在这里解决他们 直接叫手下不留一个活口 关键时刻一发足球赶到 基德趁机击破干扰他们 柯兰也随时赶到再下一层 案件就这么完美告破 最后在月光之下 柯兰答应基德归还宝石就不抓他 作为保护孩子们的环礼 基德也告诉他 这下终于体会到了和孩子们玩耍的感受 宝石也交还到了他手上 故事还是先许浪漫 而这样的故事还在一直进行下去